作詞・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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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衣衫 同樣的笑顏 和你手拉手 轉圈圈 問我的臉 靠在你的肩 品尝着爱情的甘甜 点起了我的胶线 亲吻鲜花和誓言 月亮星星照样 只想陪你一起看 胸口给的心安 拥抱给的温暖 可不可以 约定到永远 今天谢谢你啊 不用谢 我们明天见 为什么当我送你回来 你们去干什么了 你是在审问我吗 我不能问什么 我有必要告诉你吗 晚上你和别的男人鬼混 我不能问你 陆薄言你在说什么 你当不当我是你丈夫啊 这是无理取闹 我明晚吃个饭 再好好谈一谈 好吗 那就明天晚上吧 薄言 陆太太 陆总特地做了晚饭 一直等你到现在 陆总 我们正式建筑 本次拍摄的地点就选择 原著小说的诞生之地 陶然是 这几天主创也会陆续到达 我给大家统一定的酒店 方便之后的创作和沟通 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 李萌已经答应 演我们这部剧的女一号了 专程做官员飞回来 明天就到 真的吗 谢谢康总 那今天大家就早点回去收拾东西 明天我们酒店见 好 好 宋老师 你呢 是订酒店还是 这几天我还是想住在家里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耽误工作的 好 这样剧情就好 那换一下行不行 不是 您把这两个叫一下 你觉得怎么了 我觉得这样是OK的 有个问题 不是不是 你 你这个 不好意思 可以吧 改一下吧 你不是 你这这这应该这样 你这不对 这一段这么修改 你觉得怎么样 挺合理的 就顺着这个方式 写下去吧 我觉得 好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行 这样的话 整个故事的脉络 更加清晰 挺好的 挺好 那我就按这个方式 去改了 行 那这个地方 怎么就这么定了 看下一个 好 行 下一个 下一段 下一段我觉得 还行吧 我也觉得还行 要不就先放这 这一段 我觉得不太顺 的确有问题 江安 太好了 幸亏你没回家 那个 这段词 我觉得不太顺 我想跟你聊一下 会议室呢 导演正在和李萌 对台词 他的戏比我们多 所以我想 要不然我们去 康总房间 一起聊一下 好 走 嗯 这样修改的话 人用会更加饱满一点 康总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边可以再修改一下 我觉得这边可以再修改一下 这边 你怎么会再修改一下 你怎么会再修改一下 简安 真的是太辛苦了 要不然我们先走吧 让她多睡会儿吧 行 走 走吧 轻点 走吧 行 辛苦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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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你醒了 昨天晚上看你太累了 就没喊你起床 给你准备的早餐 现在几点了 十点了 要么你就在酒店开个房间吧 省得来回跑 不用了 我要跟郭导去看警 我就先走了 要不 你明天休息一天吧 真的不用了 简安 你早餐还没吃呢 真的不用了 谢谢 这一带一带大早上吧 什么钱吧 这一带一带大早上吧 你说夜晚推剧本就夜晚推剧本 哪是推一个晚上呢 真的假的 苏老师的老公 不是陆氏的老总吗 听说他俩上部戏就认识了 这不是第一次了 不是吧 新闻上说他们关系 不是挺好的吗 我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他 从康总房间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 先去哪里 薄言 早晚睡哪里 去做酒店啊 一个人吗 我累死了 明天再说了 你干什么呀 薄言 你和康瑞城在一起是吧 你在他房间待了一整晚 又读剧本 有韩若曦跟风风 不止我和康总 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你在胡说什么呀 你说你想把小说隐世化 我说好 我投你 你说不要 说什么你想靠自己 结果康瑞城一出现 你就OK了 他的方案是最好的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之所以不把版权 卖给其他公司 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情况 康瑞城的想改你就OK 我说要保留小说内容 你就说不 他推荐韩若曦就行 我推荐洛小夕就不行 怎么了 他那么特殊是吗 我们这么做 只是为了让电影更好 是让你们走得更近吧 你知道在剧所里 我堂堂一个陆氏集团总裁 别人怎么传我吗 上次的绯闻 你还没吃够叫去是吗 我告诉你 你跟他没关系 就离他远一点 你有梦想我来支持你 不需要他来支持 陆薄言你就是这么看我的吗 你知不知道我为这个电影 付出了多少的心血 但是在你的眼中 只看到我跟别的男人走得近 还不够近吗 上次这回事 我坐了一桌子才等你回来 你不仅没来 还和康瑞城在一起 对 我就是跟他在一起 他比你更了解我的作品 更了解我的想法 而你呢 只知道已为了要求别人 按照你的方式去生活 我告诉你 不可能 我现在给你两位选择 要么他退出这个项目 要么你退出 陆薄 我不需要你的安排 好 我退出 我退出 你 我退出 变得 我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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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你 变得 别不允许 你 听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杜总 你和嫂子真的打算离婚啊 你们的感情 你帮我跑一趟 告诉她我会彻底退出这个项目 我不会打扰她和康瑞城了 简安 出什么事了 你怎么搬到剧组来出来 抱歉 因为我的关系 陆氏彻辞 剧组将命令一个很大的资金缺口 陆薄言 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彻辞 宋云 这个项目情况特殊 简安和陆总可能出了一些情况 到时候安抚一下其他主创 我想办法解决一下 资金上缺口的问题 好的 康总 我这就去办 韩小姐 康总 你这是想解决剧组的危难啊 作为项目的合伙人之一 这个时候我必须站出来 可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一时间你拿得出来吗 尽我全力 还真是一个深情的男人呢 可是 早了 早了 康总 你也应该知道 太容易得到的东西 就会不珍惜 你选择现在去帮助他 其实什么也得不到 他也不会重视你 你不如等到苏简安最绝望 最无助的时候再出现 成为他的救命稻草 那个时候 他才会不顾一切地抓住你 难道 你想当一辈子的备胎吗 我来收到在Vivian裡 你都会不顾一切地抓住 可以 对 对 我都不愿意 你不愿意 对 我不是 你又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又不愿意 你愿意 这边了 洛嫂 你误会了 你给我闭嘴 跟我走 你误会了 我 罗辰 她 罗敬 我 罗敬 你误会了 我 罗敬 罗敬 薄言 我知道错了 再重新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那个康瑞城 他根本就不是真的想牵我 他就是想得到苏简安 现在他成功了 苏简安又看我不顺眼 他们俩就连起手来处处刁难了 这些弟的角色 也被换掉了 我想回到陆氏 可以吗 你凭什么回到陆氏 凭我现在的身价比走的时候更高 当时间停滞时的票房你是知道的 拍完后现在有很多知名导演找我合作 我身上还有好多奢侈品品牌的代言 所以说 现在牵活我 不亏 刘成你都知道了 学会约传签订合同吧 谢谢你 薄言 婴儿 不负责 康总 你说我们剧组 是不是没有希望了 不会的 我一定会想办法 让项目顺利进行 哪怕倾尽所有 彻底得罪陆总一回 因为这是你的梦想 你为什么会为我 做到这个份上 因为 也有人为我做到了 三年前 我认识了一个女孩 我和她素不相识 那女孩 却帮我追回了 一份重要合同 那时 我的公司刚刚起步 那份合同 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她的性命 甚至 都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 因为那天 她戴了一个口罩 后来我知道了 她叫苏简安 站住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流血了 我 或许这件小事 她没有放在心上 但却刻在了我的心里 康总 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 你完全没有必要 为我冒这么大的风险 帮我派完合约 因为我喜欢你 可以吗 简安 我们在一起 让我帮你完成梦想 对不起 康总 我不能 我不能 难道 你还爱着陆薄言 我只是不希望 我为了保住项目而欺骗你 谢谢你 康总 可是我真的不能答应你 是 S 你 你 我 你 不到 我 实际家 我苏紫阳做事情 从阿婆 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认定了 你是我陆薄言的妻子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我打得 回忆的伤 各自反响 我的失败是只会冲动逃开 我的不该是没冷静去对待 我的遗憾是把你给我的爱 一不小心弄丢了 色彩 爸 好了 好了 不够了 我老爸呢 好了 不够了 不够了 有爸爸在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好 不够了 早前老爸的回去继承产业 哪还能够说这份罪呀 这件事情我做错了吗 打起精神 跟老爸回家 好 老爸 可是我不想放弃 你打算坚持 嗯 不愧是老醋的女儿 这份执拗的事业心 像老爸 爸 可是我现在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和薄言吵架了 消息烧开 也走了 现在就连去族 也要散了 你现在的处境 很像当年的我 当年我呢 做事情也很偏执 认为自己总是对的 那个时候 跟你妈妈也常常吵架 跟创业合作的伙伴要分歧 总觉得他们不理解我 想要充分地证明自己 渐渐的 跟大家都疏远了 可是即便成功了 身边也没有人跟我分享 跟我掏心窝子 讲话的人都没有 后来爸爸就想明白了 不在乎你的人哪 说走就走 真正在乎你喜欢你的人 只有离开后才伤心 渐渐啊 人最终都会回到家庭 你要找到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友情之间的平衡 这样你的事业才更有意义 我明白了 嗯 嗯 我明白了 谢谢你爸 之前 我一直都不理解你 还惹你不开心 对不起 人无完人嘛 老爸也有错啊 今天老爸看见你的成就 非常高兴 我今天来呢 不是劝你回去 继承产业的 我是雪中送炭了的 不就是个电影吗 老爸投 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 如果你同意跟老爸合作 那我还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你要在这个电影里 植入我苏氏丽人的内衣 而且保证不少于五次露出 如果你接受这个 咱们就合作 谢谢老爸 老爸永远是你的贴心老面袄啊 这个永远做你的强大户端 接受了吗 小夕 少凯 我知道你们两个在里面 给我开开门好不好 站住 回来 小夕 要不咱给简安开个门吧 好歹给简安一个解释的机会啊 不看 小夕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给我开开门吧 不要生气了 不要生气了 小夕 既然你不开门 那我先走了 这么快就走了 一点诚意都没有 她不是要解释吗 那诚意在哪儿 还什么解脉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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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姐 我说你们两姐妹的感情那么多年 就为了这一点破事就伤了和解 你说值不值啊 江若凯你到底像着谁 你知道她做得有多过分吗 其实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的 那多说一句立刻跟我出去 对 我们家西姐说得对 苏减安真的是太过分了 你看我们家小夕 美丽 美丽 很性格 她苏减安有什么 除了文笔好以外 什么都没有 我这就去批评批评 批评她 你说你这种人的事 怎么那么多 还非要把我张个进来 关我什么事 不关我的事是吧 不关我的事 我就先走了 你卖怎么吵 就怎么吵 怎么不说了 小夕 我可有你们家的钥匙哦 小夕 小夕 你听我解释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小夕 我今天来 是特意来向你道歉的 我知道这段时间 是我工作状态不好 那些对你说的话 也不是我的本意 我苏减安是个什么样的人 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说完了是不是 说完了你可以走了 我还没说完呢 你还记得吗 我在开始写小说的时候 你们俩共同帮我演绎 你们俩共同帮我演绎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是你们陪在我的身边 帮助我 鼓励我 就是有了你们俩共同帮我 就是有了你们的陪伴 才有了今天的这部作品 而这些 我苏减安从来都没有忘记 小夕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小夕 其实我一直都有留着 女主闺蜜的这个角色给你 在我的心中 你是最合适这个角色的 在我最初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 你就是我小说的原型 所以我真诚地希望 你能够和我 共同去完成一部 属于我们的作品 好吗 好吗 其实 我在意的从来都不是女一女二 你知道我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吗 是我们两个的情谊 小夕 你原谅我了吗 我怎么可能不原谅你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性格 小夕 宁愿都是我心中那个最好的小夕 这位是我的父亲 苏鸿远先生 目前剧所的资金问题已经解决 我们可以按照原计划进行筹备 感谢苏先生为我们解决了资金问题 我女儿的项目没什么好些的 关于之前一直没有确定的女二号 由骆小夕来担任 之前停止的招商植入 依旧是由江绍凯来负责 二位能回来太好了 目前开机在即 还有许多准备工作没有完成 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行动起来 什么事 sold 没想到苏鸿远也会进入进来 千人真的是再一次令我刮目相看了 康总 我想你心里也应该清楚 虽然苏讲和陆薄言他俩分居了 但是他心里面那个人 还是陆薄言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 趁着苏简安和陆薄言的感情 刚刚破裂 你在家把火 才能彻底 把陆薄言从苏简安心里 赶出去 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难道不想得到苏简安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找到你依靠 借我孩子的笑 耶 对你我没有做不到 多远只要你说需要 出现就像一秒 你 举办的出稿 我温柔的圈套 怎样你才能收到 心动的讯号 我不懂你骄傲 只想要对你好 偶尔的吵吵闹闹 隔夜还 又笑 你 你 举办的忠告 是和我一起 老 警告所有的烦恼 别来做热闹 没有 谁能带老 想陪你一起好 不变得 我变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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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寻命 来找